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在海滩上捡到什么东西呢 除了这些还有可能看到一些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物品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被冲到海滩上的离奇物体 这是新西兰当地居民拍摄的奇怪物体 他当时以为是一头搁浅的鲸鱼 走近后才发现并不是 他将视频发到网上想弄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随后引发网友大量的讨论 菜色的物种也天马行空 从深海怪物到外星生命 随后这个怪物被海浪冲走 实际上这是一种叫明河的鹅井藤湖类甲壳动物 它们吸附在一节朽木上 大的拥有长达80厘米的肌肉梗 这类动物喜欢附着在腐烂的木头 船体和海洋生物上 汲取养分 是西班牙人喜爱的美食原材料 巨型管道 在海边的沙滩上 我们经常能看到割险的鱼类 贝壳甚至金鱼 在英格兰诺福克海滩上 除了这些和西软的沙子 还有直径为2.4米的巨型管道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过来拍照 人们纷纷猜测管道的来源 后来调查发现 这是挪威的一家管道制造公司 在将这些管道运往阿尔吉利亚时 不小心滚落 随着海浪飘到这里 复活节彩蛋 201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德国北部的海岸 造成了广泛的洪水和财产损失 但它也为南格岛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惊喜 数以万计的装用玩具的塑料弹 被冲到海滩上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艘属于丹麦公司的货船 在暴风雨中被宣翻 丢失了几个机装箱 其中一个装满了装有小玩具动物的塑料弹 当地官员迅速做出决定 派出清淡专家 允许当地幼儿园的孩子们 尽情地收集塑料弹 在清理这些塑料的同时 也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快乐 海王星球 这个奇怪的草球 是海洋中海神草的叶子组成的小球 这是一种在地球上生活了10万年的植物 是目前已知在地球上 可以存活时间最长的植物 最新的研究发现 这种小球有清理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 海底的塑料碎片 可以被困在海草的残骸中 最终通过海浪离开海洋环境 据统计有17%被冲上岸的海王星球 包含塑料碎片 堪称海底塑料清道夫 二战时的情书 假如美国新泽西州的14岁男孩 在一次风暴后到海边散步时 发现了这款信件 他们有一条粉红色的四代记者 因此猜测这是一款情书 带回家后 他和他的母亲凯舍林 一起通过阅读内容后发现 这些情书写于1942年至1947年间 一共57封 新的内容讲述了两人 从相识到新婚前夕 凯舍林准备找到这些信的主人 他将一些信的内容 发布到社交媒体 以寻求帮助 通过搜索发现 信的主人已于1991年去世 但他得到了他侄女的联系方式 在与信主人的侄女 取得联系后得知 这些信件写于二战时期 当时他的叔叔 正在珍珠港服役 令人感动的是 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 我爱你 亲爱的 非常想念你 我永远爱你 多地 神秘的海洋 似乎像一个快递员 不断地向岸边 冲刷着神奇的物体 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 海边趣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